大小S 給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刻 可是問題是他們吸毒 嗑藥這件事情 我也一直過不去 他們可以去否定 否決 否認 然後 紅了二十幾年 就算被周刊拍到 還是可以否認 他們身邊的朋友 阿雅也好 范小軒也好 周俊偉也好 全部都逃過 那個時候因為不流行社群嘛 所以很多要頭 可能也沒有機會爆料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逃過這一切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韓國印象很差 因為我就是被他們帶去的 當時大S跟光頭在一起 在一個飯店 嗑藥 我非常不想 我在台北 被范小軒、周俊偉的 在他們家裡面 還有大小S他們也是 被邀請 被說服 被硬塞 我不快樂 他們當然不止這兩次 甚至在飛碟對面那個夜店 裡面都在課啊 他們為什麼可以逃過這一切 為什麼 為什麼 大小S 給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刻 當年 我們在分手來來去去的過程 前後了 當然也有一些很瞎的事情 比如說我有一些東西被小S發現 小S也不開心 那 可是問題是他們吸毒 課藥這件事情 我也一直過不去 他們 可以去否定 否決 否認 然後 紅了二十幾年 就算被周刊拍到 還是可以否認 他們身邊的朋友 阿雅也好 范小軒也好 周俊偉也好 全部都逃過 我還記得 像瓜哥阿 陀宗康什麼的 還坐過牢阿 還是幹嘛 忘樂界是不是 忘記了 大家都還付出了一點什麼 大媽也好 妖偷也好 那個時候 因為不流行社群嘛 所以很多妖偷 可能也沒有機會爆料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逃過這一切 MeToo是不是只有 針對某一種事情 可是我心中的MeToo 我聽你不是那個啊 是這個啊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若無其事的 繼續紅下去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韓國 印象很差 因為我就是被他們帶去的 當時大S跟光頭在一起 在一個飯店 課藥 我非常不想 我在台北 被范小軒、周俊偉的 在他們家裡面 還有大小S他們也是 被邀請 被說服 被硬塞 我不快樂 到韓國那次我也不快樂 我還記得在那個浴室 光頭很大隻的 他可以把我抱進去任何的地方 我就不得不吃 我不快樂 他們當然不止這兩次 甚至在飛碟對面那個夜店 裡面都在課啊 他們為什麼可以逃過這一切 為什麼 為什麼 如果我逃不過 他們為什麼可以逃得過 還有很多啦 以前跟我常合作的憲哥 老吳 當然我們在合作的時候 我也是一頭霧水 旁邊有一個Angela 後來冒出一個陳孝萱 後來又冒出一個薇薇姐 他的愛情觀到底是什麼 我也看不懂 這些對我的負面影響 都是很強大的 然後 現在這幾年他很敢說嘛 就什麼事情他最大 他贏嘛 最近他在講他謝和璇 什麼告贏了拿了幾萬塊 我也是覺得很悶很不爽 人家孩子也剛出生 你在那邊講著幹嘛 炫耀這個幹嘛 你這麼厲害 你為什麼不去鼓勵人家照顧人家呢 你要告人家 這也是某種詮釋不是嗎 這不是嗎 他很會講嘛 就我了解 他也是一個欠錢不還的人嘛 那這樣的人品 就算他沒有做一些點點點的事 但難道他不是點點點的人嗎 另外一種 收視率很高 節目很長壽 人氣很旺 我有時候都覺得 XX 然後 當然有一些是聽來的 在Sandy家 大賀哭著回去 我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知道啊 一樣啦大家其實不都一樣 都是假面嘛 還有那個鄭國成在中山堂主持節目 後台抽菸喝酒 古蹟耶 誰敢制止 誰敢 那大家不都活到現在活得好好的 所以他們都沒有錯了 他們都很棒 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 too嗎 我不管了 我就是要說出來的 我管你們去死 反正也沒有人管我去死啊 然後 太多了啦 那個已婚女歌手跟製作人 搞在一起 對啦是你情我願啦 但你敢不敢在台上說嘛 如果是你情我願 還有一個我的好朋友好兄弟 婚內出軌啊 阿姨後台形象也好得不得了 好到現在 為什麼就我跟小S 形象變成那樣 阿你的形象都這麼好 舞台劇一場又一場 哇你們不都很厲害 你們不都很屌 你們不都很幸運 我沒有要 非得要拖大家下水 拖大家下水 可是 我就一直在思考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原諒這件事 有沒有放下這件事 有沒有你明明知道 但你就算了 應該是有的啦 喔 那我以前在感情路上 我也傷害過被人 我也被傷啊 有一位 有一位這個姓陶的 昨天還一直在問我又生的事 你煩不煩啊 乾你屁事啊 你煩不煩啊 誰敢跟你講啊 你到時候拿去節目講 那你當年 對我愛理不理的 對不對 明明在一起 我還記得在閻集街的巷弄 約完會 散步 你就硬要走在前面 我還寫了一首歌叫做 你總在他們面前 表現你對我一切不聞不聞 那明明就在一起丟糕喔 後來分手還寄了一封信 還把他那個署名的地方撕掉 我都留著喔 傻子 把我罵了一頓 扯東扯西的 這都是我的陰影啊 還有那個姓假的也是 欸是你在追我咧 欸是你在追我咧 我當年喜歡的是蔡善哲啊 你在追我 後來突然間又分手消失 然後夏宇童也是神經病喔 始終不承認你丟糕 我不懂啊 這些陰影我都放在心裡耶 我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傷痕 我也不會說嘛以前 好啦現在大家都來說啦 打個東西後 還有很多懸案嘛 一些大牌歌手啊 點點點啊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我們大家都選擇不願意放下 不願意let it go 大家都要說過去的傷痕 誰沒有傷痕誰 多數的人都是從傷痕當中 從傷害自己 傷害別人 被傷害走過來的 不是嗎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那最後我要講 我當然是完全對不起我所有身邊的人 我太太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可是我太太在我認識她之後 尤其是這九年吧 我絕對是 絕對是改過之心 絕對對得起她 祝三粒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粒新聞網 恭喜三粒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粒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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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粒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3D新聞網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